花木创作的长篇都市言情小说剧 九十九亿闪婚 豪门总裁夜夜忙 第1095集 陆霄难得这样地叮嘱他 为什么 他们都是有工作的人 哪有时间陪我呀 林欣和张志超的案件还在审理中 我担心他们还不死心 当然 我担心的只是万分之一的几率 但是我们必须要仿着那万分之一的可能 知道吗 嗯 你放心吧 我不会到处乱跑的 陆霄扬了一下唇 显然 对陆悠悠的回答还比较满意 目光从他脖子上扫过 看到自己留下的印记 谋色有几分变化 会不会想我 你不是问过了吗 陆悠悠心间一颤 那种感觉 就好像心弦被人拨动了一下 久久回荡着 雨下的颤感 再问一遍 还带这样的 陆悠悠捧着他的脸 盯着他看了一瞬 眼神变得缠绵飞测 我好像已经开始想你了 是的 自从听说陆霄要走之后 他就每时每刻都在想他 陆霄面上笑着 但是胸口却一紧 小丫头 你好像已经爱上我了 本来就爱上了 我从来没有否认过 陆悠悠这会儿倒是一点都不含蓄 陆悠原本以为他会否认 结果 这丫头的性情 是从来都不按照常理出牌 总是要制造一些 让人出乎意料的答案 陆悠捏着他的小脸 小丫头 你怎么能这么可爱 好想把你吃掉 陆二爷胃口可真大 昨晚吃了一晚上 现在确定还能吃得下吗 陆悠悠揪着他的两只耳朵 有点小调皮 陆霄也不气 反而心情超好 这么看来 有人昨晚被喂得够饱了 陆二爷也被炸得不轻吧 陆悠悠点他的鼻子 这会儿倒更像是他在聊陆霄 陆霄眼底的眸色暗了暗 把你喂饱了 是不是管一阵子 那你被炸干了 是不是也能管一阵子 陆悠悠聪明地反问他 陆霄还认真地想了一下 然后给出答案 嗯 大概几个月吧 小丫头爱胡思乱想 特别是他一个人的时候 只不定要歪歪出什么事来 所以陆霄还是给他一颗定心丸 省得他胡思乱想 只是陆二爷这次 真的是想多了 陆悠悠直接给他一句 果然是年纪大了 陆霄黑脸 你现在后悔还来得及 都被你吃他抹尽了 还来得及啊 所以你是后悔了 陆悠悠看他那张脸再黑下去 就快赶上锅底了 他不怕死地揉着陆霄的脸说道 我们陆阿爷 生计起来 这脸怎么是黑色的呢 下去 不要 要我动手 你敢动手 我就敢动考 说完 他就凑上去 稳住了陆霄的唇 不过某人根本不给面子 为了让他消气 陆悠悠探出了舌头 还是没反应 他有损 还是没反应 再换啃 依旧是没反应 陆悠悠简直要放弃了 最后一招 咬 陆霄皱眉 这丫头 当真是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 上一秒把你气得不能喘气 下一秒 就能让你拿他没辙 以前他怎么就没发现 小丫头这么有本事呢 陆悠悠的最后一招 也没有勾引成功 果断放弃了 哼 一点都不配合 等你学到了老司机的本领 再来让我配合你 这一次 惯陆霄霸道强吻 他吻得又重又霸道 不等陆悠悠反应过来 就被他的舌撬开了唇齿 然后是在他唇齿间 横冲直撞 陆悠悠被他吻得不会喘气了 想推他 但又舍不得 还好他没有一直这样强势 等他温柔下来 陆悠悠 才能真正地感受他 回应他 这个吻 这个吻 与平时都不一样 没有一丁点关乎情欲 只是纯粹的接吻 有不舍 有怜爱 有贪恋 最后 这个吻 被一个电话给打断了 陆悠悠身形一顿 意识清醒了一些 心里在抱怨 怎么老是有人不时像 选择这个手打电话过来 但是还在陆悠肩上的手 还是松了松 陆悠抱着他的手也松了松 紧接着 松开了他的唇 是秘书打来的电话 大抵是提醒陆悠 时间差不多了 什么事 陆悠接起电话 语气冷肃又冷静 这样的他 和刚才那个 缠着陆悠悠沉沦的男人 截然不同 陆悠悠看着他 略有出神 只听陆悠说道 好 在陆可等我 我五分钟到 说完 他就挂了电话 陆悠悠回了神 知道他真的要走了 这样看着我做什么 陆悠面上 浮上一层淡淡的笑意 陆悠悠还是喜欢这样的他 不多看看你 万一我把你忘了怎么办 陆悠惠罚性的 在他臀上赏了一巴掌 疲痒了 都要走了还欺负我 下车吧 我真的要走了 你把我抱回去 陆悠悠又将他抱回了副驾驶座椅上 陆悠悠拿了自己的包 深深地看了他一眼 我下车咯 陆悠点点头 陆悠悠也没有拖泥带水 推开车门就下了车 陆悠将车子倒出去 吊了个头 稳稳地停在陆悠悠面前 过来 陆悠打着命令的口吻 陆悠悠走过去 陆悠又说道 低下来一点 陆悠悠一话 弯身下去 再过来 陆悠悠笑他 已经猜到他要做什么了 又压过去 直接把脑袋堵在了车窗前 果然 陆悠探出头来 稳住了他的唇 但是陆悠悠没有让这个稳持续太久 门口的保安都站着 很容易看到他们 而且他不想耽误陆悠很多时间 到时候他赶时间 很危险 陆悠悠先松开他的唇 然后退开一寸 两个人离得很近 布满各种情愫的目光缠绵着 谁都不舍得先抽离 乖 等我回来 我要礼物 陆悠悠和从前一样 在他出差的时候 都会给他这样一句话 只是 那个时候等来的 都是陆悠的一记冷眼 但这次 大概不会了吧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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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